來不請講小新 國民黨內部現在到底呈現什麼樣的態勢 而在44.805之外 其他四個人加起來是過半的 我們今天其實在辦公室 我們接到了非常多的電話 有含粉的又含黑的 他們都一樣在原本的情緒上面 這個是有部分可以理解 有部分很難理解 因為其實選書大家會生氣或什麼很正常 可是其實一般來說就是趕快尊重黨內的結果 整合在一起 可是可以感受得出來 含粉跟含黑他們都是心裡有氣 而且其實到現在為止 都還沒有辦法做到民眾之間的整合 也就是說當含跟鍋還沒有見面 含跟所有人還沒有見完面 然後見完面還不夠 就是說如何去安撫這些民眾 這個我覺得是國民黨現在遇到一個很大的課題 那我也不斷的去講 我甚至建議黨中央應該要在地方黨部 去設立這個心理諮商的小組 讓我們的這一些 因為初選而受到創傷的民眾 他有一個地方可以來預約 讓他心情好一點 因為我覺得為了政治人物 不管你是為了韓 是為了柯 是為了豬 為了任何一個人 讓你自己的心情不好 甚至如果說有一點憂鬱或什麼的 這真的一點都不值得 我們的生活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要為了政治人物 把自己搞成這樣 所以韓粉現在加上中間選民 再加上年輕選民才有可能成為 國民黨這次勝選的一個組合 可是當我們感受到就是說 兩邊的力量還在互斥 像林鄭傑他退黨 像韓粉還是在罵說 他們覺得這個節目們 各個電視台都是偏袒郭台銘 就這種聲音的話還是在有 但這個很不尋常 因為一般來說如果是贏得 那大概就是說 趕快趕快我們兩個 趕快談一談就沒事 可是他們對郭台銘的這個氣 還是在的 所以如何去解決 這個要看黨中央的智慧 要看我們候選人的智慧 那再來就是說 也要提醒民進黨 不要去小看韓國瑜 因為很多我知道有些自發性的 就是假韓粉吧 然後就在家裡1450接電話說支持 可是千萬提醒民進黨 如果你們小看韓國瑜的話 其實是小看台灣社會 很多基層的庶民 這個會使得民進黨跌的很慘 民進黨現在打的兩張牌 一張是所謂的反中 就是美中貿易戰之後台灣的角色 一張牌是世代對立 就世代的這個戰爭 可是同一個芒果乾 我們其實國民黨 他還是會去賣給另外一群人 什麼人呢 第一個就是覺得 民進黨會讓中華民國滅亡的人 所以接下來會看到 國民黨也打這張牌 訴諸另外一個群眾 第二個世代對立的部分 其實很多長輩 他們不管是因為重陽敬老金 軍公教女改 同性婚姻 然後再加上以前的太陽花學運 這些氣他們悶在心中悶很久了 所以剛剛大家都在問說 支持韓國瑜 每天為他上街頭去拼命的是哪一群人 正是這些長輩 也就是說當國民黨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安撫這些長輩的時候 那當然他們累積出來這個怨氣 是一股非常大的力量 所以我們其實在內部 我們自己要在整合的過程當中 學會如何去尊重他們的意見 學會如何去整合 然後讓韓國瑜市場 他更能夠再多接近中間選民 再多接近年輕人選民一點點 我們其實才有勝選的機會